拿出票卡搭捷运公车跟U-bike 一个月不限距离 次数 这就是去年4月16号起开卖的 双北1280定期票 政策实施一年多 北市府交通局公布成果 除了蓄购率达95% 民众满意度更是创下新高 截至今年的10月 我们总贩售张数已经达到了515万张 那蓄购率有大概94%左右 针对这个民众的使用有做一个调查 那民众的满意度是高达94.4% 那另外呢 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 民众从私人运据转移的这个比例呢 就是大概有5% 从私人运据转移来使用我们的定期票的 根据统计 政策实施后一年的捷运 公车大众运输量成长了477万人 平均每月成长大约98万人次 其中每日搭乘公车卡数 有9万张成长到最高16万张 十字后的第二年相较于十字后的第一年 这几个月 其实我们还是有在成长 还是有持续的在成长中 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边际的一个效益 那边际效益是会越来越低没有错 但是我本来会担心说 会不会到成长第一年 十字后的第一年就成长停顿了 第二年以后就不再成长了 那事实上它还是有陆陆续续的一直在成长 虽然1280吃到宝订期票 被明代值一年补助数亿 却只有提升3%的公众交通运量 CP值太低 不过交通局拿出数据 强调未来将会搭配各项配套与优惠 鼓励民众使用公共运输 为环保尽奋心力 记得好看一遇 栏目的